奥地利的研究学者展示了一种未来性的桥梁建造技术 而这项技术可以使桥梁结构像伞一样展开到其跨度的长度 根据奥地利的维也纳工业大学新闻稿指出 这项新技术具有成本效益 能够节省时间并对自然景观的影响较小 奥地利的拉夫尼茨桥像传统桥梁一样 是垂直而不是以水平的方式用银架来建盖的 透过这项技术 工程师在两个盖好的混泥土墩柱上连接两个钢梁 然后使用一压系统缓慢降低混泥土墩的高度展开钢梁 一旦桥梁被打开到水平位置之后 混泥土会被加到结构内 116公尺长的拉夫尼茨桥 于20202月27号首次在拉夫尼茨河上展开 维也纳工业大学的教授邀康克在新闻稿中解释 使用英家建造的传统桥梁 可能会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完工 透过这项新建筑的技术 设置下降桥梁需要的器具 可以在两到三天内完工 而桥梁下降的过程 本身大约只需要三个小时 库克教授还提到 该技术可以用于复杂的地形 或者自然景观等 不应该受到干扰的地形中建造桥梁 我会用于复杂的地形中建造桥梁 我会用于复杂的地形中建造桥梁 我会用于复杂的地形中建造桥梁